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开心超人在摆脱五金公司追捕中救了小璇和参加典礼的人 不小心将小璇一直保护的扳手弄碎了 小璇 谢谢你帮我们说服主管 我们才能留在机械堡参观 不用谢 这扳手对你很重要吗 嗯 这个五彩扳手总共有五把 是我玩游戏好不容易才得到的 玩游戏 英雄的诞生游戏里有一个副本 通关就会获得一条扳手的线索 然后在现实中通过线索找到五彩扳手 一百把扳手只有五把五彩扳手 别难过 我们帮你玩游戏拿到扳手 开心超人 我们来这儿是为了调查五金公司 不是来玩游戏的 可是小璇有困难 我们应该先帮助小璇 我赞同帮助小璇 毕竟她的扳手是因为我们弄坏的 我们可以一边帮小璇寻找扳手 一边调查五金公司 赞同 大家不要因为我的事情为难 而且这个游戏很难的 一般人都无法通关 一般人 本主角才不是一般人 就没有本主角通不了关的游戏 赶紧通关拿奖励 我们可以继续调查 游戏副本里是什么任务啊 这是专门为五金公司员工设计的游戏副本 所以游戏任务是 修水管 欢迎新员工的到来 你们的任务是 接通水管 修好水塔 水管拼接只能单独完成 攻击其他玩家以及他人的水管 违反规则将取消任务资格 第一个接通的选手 将有机会获得扳手奖励 接水管 用这个扳手吗 第一肯定是我了 我们就来看看谁最快吧 比赛开始 比赛开始 等等 我们没有水管 那怎么办 看 他们带水管回来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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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人不是我进公司的员工 对 修建水管说是只能单独完成 看来最后竞争第一的就剩下我们了 你们 花心磁力 我还是放弃吧 还有最后一截 水塔就接通了 太奇怪了 几个闯入者 为什么想要拿到五彩搬手 好 他来 我要出绝招了 花心磁力力 修心分身 哈哈 我赢定了 哈 分身真方便 太好了 只要纽快开关就赢了 啊 怎么出现怪兽啊 怪兽 这也是游戏任务吗 打怪兽 我们岂不是更擅长 花心磁力作 花心磁力作 花心超人 花心超人 小心瞬斩 小心超人 小心超人 啊 怎么在游戏里突然用不了技能和超能力啊 啊 可惜超人 有人在后台限制了你们的游戏权限 令你们的超能力在游戏中无法发挥 你快下线 既然小萱坚持了这么久 我就不能在最后一刻放弃 不是 还差最后一节水管 我一定可以通关的 不行 我不会让你成功的 啊 开心超人 我修改了游戏代码 恢复了你的技能和超能力 啊 不是 你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有人作弊在先 限制了开心超人的超能力 我怎么可以袖手旁观 啊 我不知道你是谁 就算是在游戏世界 我也绝不能让你伤害开心超人 开心 铁拳 居然有人在我研发的游戏里帮我打输了 啊 啊 班手在广场舞台的灯后面 今晚是月圆之夜呀 对对 得赶紧回家啦 啊 啊 小萱 拿到了 谢谢你 不过班首是随机的 我们不一定就能得到五彩班首 居然抽中了五彩班首 我们太幸运了 五金公司的符号 对啊 所有班首都有的 这班首有什么用 只有拿到这个五彩班首 我才能去见我爸爸 一年前爸爸由于努力工作 技术突出 被评为了杰出员工 小雪 爸爸去核心部门了 等你长大后 一定要努力工作 评为杰出员工 这样我们就能再见面了 爸爸 我一定会努力的 我以爸爸为荣 但他到了核心部门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 我真的很想他 所以我想通过玩游戏 获得去核心部门参观的机会 然后见爸爸 这里还有一个核心部门 或许核心部门 有我们想要的真相 妈妈 妈妈你没事吧 对不起 我以为是坏人 我没事 谢谢你 你的吊碎 是他 你见过 我妈妈 小雪 你忘了公司规定 月圆之夜 是不能在外逗留的 走走走走 赶紧回家 报告老板 有几个闯入者 进入了公司的游戏副本 似乎想进入核心部门 优优独播剧本 杜独播剧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